好,玩具TV第16季第四集 這樣還沒收拾16季,神經病 剛才也叫做玩完怪獸 是,玩機客駭 好,每集都有Transformer 真的很瘋狂 會出太多東西,真的搞不掉 好的,這次要介紹的 堂派首領 超級麥加登 還要加超級柳的Supermectro 這是Generation Select的系列 世代之選 出現一些經典,但不常出現的角色 用這個方式限量推出 我很欣賞它的中文名字 世代精選 真是,這次真的會標價 超級麥加登 我印象中沒有什麼產品推出過 所以這次推出了這個形態 還原三遍形態 可以變成飛機、坦克車和超級麥加登 而超級麥加登都有兩個形態 反而我覺得這次,整個Generation Select系列 我很喜歡它的Box Art 尤其是日版,日版的心思會比較好 是,事實 還有改模也會改更多 這是真的 好,泰國改成念 這個原本是甲威龍的帽子 甲威龍就變成DCC炮 變成飛機形態和塔車形態 硬件這就是飛機的形態 為何我會這樣 我會用大螢幕來玩 但他要轉一下 跟著轉 這樣才是玩玩玩具 以形態來說,不算太帥 我會用大螢幕來玩玩具 我會用大螢幕來玩玩具 可以再調整得好 這個就是飛型態 而變塔、千型態也非常便利 反轉 反轉 反轉一點 反轉後面 將對翼摺上 它真的有幾個摺 將對翼摺上去 將機頭摺下來 這兩個向後 而這裏呢 將它抹大少少 扣在手上 那就叫做是塔車的下半 然後就將這個 炒打開 然後打開 然後打開這裏 將這個炮管 拔出來 完成 最後就拆開它 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坦克車的坦克 十多個步驟已經完成 我覺得 坦克車的小型 都是有少少強硬 老實實 可能要用這些角度才靚仔 否則最前面就肉酸 它沒有辦法 你切到比較多偷膠位 對 它很少 它是用這兩個幅帶 和這裏的小幅帶 作為貼地 是很有趣的 這個做法 好 好 最後就變回機嫌 只要把它拔出來 就站直人 直腳 把腹帶 放在後面 就收起來 做後面 這個也是一樣 其實記得當時卡通的下場是怎樣的 這個我忘記 因為這個好像是 印象中正轉沒有出現 手 反出來 變形其實都非常直角和簡便 直角 現在合起來這個胸口 其實有兩個方向 你看到其實這邊有一個胸口 這邊也有一個胸口 就給兩個不同形態的麥加燈 有什麼分別 是胸口不同 先把頭髮轉出來 變回一個正常的超級麥加燈 這個就變回剛才的形態 就可以了 這支胸口就放在手上 先看一下 就完成了這個超級麥加燈的形態 如果用這個甲威龍去改 都算是改得很神奇 你做到這個改動 都有基本可動可以保持 手也可以做到不同的動作 都沒有問題 還有腰轉 最重要是腰轉 轉個圈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機械人形態也算漂亮 然後變成另一個 我反而喜歡這個形態 這個形態比較威武 最大的改變就是 胸口 首先把胸口轉到這一邊 然後這個頭其實有兩個面 你打開之後 把它轉過來就是另一個樣子 這個樣子就很兇 看一下 很棒 這個厚 好 然後把液放出來 跟着這個武器就把它打開 一分 好像剛才那樣 但這次就把這一個 泡筒拔出來 这个就当是一个类似盾牌的东西 这个就是装在这里 就搞定了这个形态的超级麦卡登 这个就恶多了 而这个造型也是比较奇葩 这种有肩炮和盾牌 如果我失败就会用这个形态 因为这个形态比较少见 我想起维拿基拿F91里面那一部 如果对这些怨念物有兴趣 当然要追捧一下这个世代之船 世代之船 最重要是多少钱 如果你订计应该四百多元 现在就好像五百多元 不算贵的 都是那句Transformer来说 还要是这么漂亮的包装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如果背了手盾 反而就会影响到一些可动 对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就把它变成枪 对 那些枪更有型 就更多武器 也可以 认识 你觉得这个值得推介给观众 没有 因为没有产品 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有 所以没有办法要买 好 好 今集挺快 玩了这么多 待会见 待会见 再见